大家好,我是Den 前NOM米娜时隔三年出演的节目 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9月1号米娜出演了YouTube频道 ChemChemTV 这是有几位算命的人所主持的节目 当天米娜在节目中表示 6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爸爸的暴力、粗口 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基因 我被爸爸打过很多次 在中学时期 我说我有了男朋友 爸爸就在车上把我打到快昏迷 然后在14岁的时候 陪着要去见男同学的朋友来到一个空屋 结果在那里 被一位哥哥遭到不好的事情了 一开始我有抵制 所以他就用啤酒瓶打了我4个多小时 之后就被抢 从此对男人开始有了阴影 当时我真的像是掉入了臭水沟里一样 但是那个人却到处炫耀自己做过的事情 因为就算报警 也顶多就是会去少年院 也怕会遭到报复 所以就没有报警 这个案子的追溯期是到2023年 目前是正在调查中 现在那个人已经结婚了 也有三个孩子 有一次说想要联络我后 我们就通话了 结果他说 不像是有点误会了 我们不就是互相认识的关系而已吗 然后敏娜也提到了沉里 沉里是我在首尔可以分担痛苦的第一位朋友 沉里真的是善良的孩子 我真的很想念他 很怀念他 他是唯一站在我这边的人 他常常帮我 我们本来有很多计划 真的很伤心 然后是有关AOA的证谓 我没有被霸凌过 只是姐姐单方面的欺负我 我以为我努力做好的话就能解决 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束 他对我说过 你的脸长得真他妈像场 都是因为那姐姐 不只是粗口 也用拳头试报过 然后他说是因为我站在最前面 但是现在我自己在心里原谅了他 因为我在梦中收到了道歉 然后最后也提到 自己会在明年三月开始服装试验 现在穿的衣服也是自己跟朋友一起设计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原谅了就不要再出演节目提到他不行吗 如果是几名单方面的欺负 真的好奇 为什么对曹莲做到那个地步了呢 在数十次的爆料中 也没出现过的用拳头打 怎么突然出现了呢 根据米娜所说的话 爸爸是家庭暴力犯 姐姐是性格暴躁 妈妈是可怜的女人 几名是坏 前辈是抢 村里是唯一的朋友 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存在 结论是三月开始卖衣服 所以为了宣传而出演的 你需要的不是出演节目 而是接受治疗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希望以后也绝对不要想不堪 米娜什么罪都没有 需要受到惩罚的是那些欺负米娜的人 不要忘记 喜欢米娜 支持米娜的人还是很多 对于米娜的最新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弄哭所有粉丝们的铁言采访 昨天索尼系列八位成员 时隔四年已完全体出演了 YouKids节目 而当天队长太阳的采访内容 让所有索尼系列粉丝们都流泪了 索尼系列对我来说是一个国家 我是那个国家出身 就算我们看到奥运选手的话 都是带着国旗参加一样 我为索尼系列感到自豪 我是代表着索尼系列在活动 不悔是我们的队长 永远爱索尼系列 真的我也是看了这个部分掉泪了 再重新看一遍也快流泪了 队长这样说的话真的会感动 不是粉丝的我都觉得脆泪 索尼系列十周年见面会的时候 也说了差不多的话 不管去哪里自我接受的时候都会说 我是索尼系列的太阳 从少时开始姻缘的粉丝 真的感到很幸福 所以那个国家可以移民吗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啊对了 我是 Thank you 一分钟停动